大家好,C罗边线,手足冲撞对手被直轰发下 已经时间4月9日凌晨,沙特超级杯半决赛,利亚德胜利 以1比2输给了利亚德新月,无缘沙特超级杯决赛 板场比赛最令人注意的一点就是C罗比赛中被发下 以及他就是被发下后的这么一个态度 比赛到了第86分钟吧,C罗和阿里布莱西在边线附件发生冲突 葡萄牙巨星失去冷静 用肘击了利亚德新月队中后卫的胸部 布莱西立即表现的痛苦倒地 不知道是真痛苦还是假痛苦 反正就是倒在了地上 当时这个C罗离开球队后,利亚德胜利在第90加9分钟 就是马内打进一球,将比分缩小至1比2 然而这无济于事 在输掉沙特超级杯后,利亚德胜利 本赛季只剩下一个就是赢得冠军的机会 那么这个国王杯呢,他们已经就是打入了半决赛 但是利亚德新月呢,也打入了半决赛 利亚德新月呢,有可能就是让这个同城对手所在的战线空手而归 接着一提的是啊,就是说布莱西啊,已经不是第一次和世界杯球星 这样发生冲突了啊,在卡特世界杯上面对梅西 他也毫不退缩,直接就是直接出言挑衅啊 至于C罗,他就是面临就是建赛的这种可能啊 根据就是西班牙的报道啊 C罗就是面临这个建赛的可能 可能会被建一到三场吧 建赛呢,这个场次可能还会更多啊 这要看就是沙特足协对就是C罗的红牌 以及他这个反应的定性啊 从目前来看,情况呢,还是相当严重的 感谢大家收看啊,拜拜 啊, 拜拜 恭喜大家吧, 拜拜 感谢观看